欢迎打开若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乐 由蚁人前两集的导演派顿瑞德 和前两集的原班演员保罗路德 伊凡杰林莉莉 迈克道格拉斯和密雪尔菲佛 以及新家路德凯赛林纽顿 和强纳森梅尔斯主演 这是漫威第五阶段的第一部作品 经历了让人越来越失望的第四阶段 在预告出来之后 还是蛮让人寄予厚望的 也都希望能够一扫上个阶段的阴霾 将叙述主角进入到量子领域里面 面对到第五阶段的反派大魔王 征服者康 但今天在台湾上映了第一天之后 美国的烂番茄网站也开盘了 结果只有53%的影评人给出好评 比雷森索尔爱与雷霆的64%还少 比较一下千两集的蟻人 都是80%以上的好评 我自己看完之后觉得 这部电影是有一些优点的 但是以整体来说是有些问题 如果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 像是蟻人的续集来说的话 那可能问题就更大 首先 好的部分 这部电影在剧情上面 有一个明确的情感核心 主打蟻人第一集 就很成功的家人的情感 尤其是主角跟女儿凯西的部分 那在《终局之战》的结局里面 我们看到凯西已经长大了 这一集呢 就顺势讲述 小孩长大之后的亲情变化 主角史考特在弹子期间消失了5年 跟女儿相处的时光 而另外一个主角赫普的母亲 由密学而非佛饰演的这个妈妈 因为困在量子领域当中 也失去了和女儿相处的30年 在电影的前半这个核心 紧抓着剧情的发展 长大之后的小孩仍然不满 自己的父母对待自己仍然像个小孩 电影中有一句台词 是以人在他写的书里面说的 叫做 永远都有成长的空间 虽然剧情没有连结到 但我想也一直 在父母的世界里面 小孩再怎么长大 都还是他们眼中的小孩 永远都还是有成长的空间 都还是他们必须保护的对象 另外一个优点是 网络上面很多人夸奖的反派康 有强纳森梅尔斯饰演的康 之前已经在洛基的影集当中登场 他这个角色蛮复杂的 总之他就是漫威电影宇宙当中 像是萨诺斯一样的大反派 这部电影中的征服者康 蛮像是一个独裁的军阀 详细的故事就让大家进电影院看好了 重点是他的演出非常的好看 沉稳霸气 然后为了达到目的不折手段 同时还有一个知道太多知识而有的一种孤独感 跟他有好几场对戏的密学菲佛也是很亮眼 从克里斯丁贝尔饰演的《徒生者》到《黑豹2》当中 有机会拿下奥斯卡奖的《黑豹妈》 怎么感觉漫威好像终于找到了表演老师的电话了 但不是说这些演员要靠表演老师 而是漫威电影终于给演员好好发挥演技的镜头跟空间了 这部《量子狂热》当中情感的部分变重 但我蛮大的一个疑问是 和前两集的感觉很不一样 虽然是同样的导演同样的演员 但是就是少了很多我很喜欢的 在前两集当中出现的那些欢乐感 比如说变大的塔玛斯小火车啊 在马路上面的那个Hello Kitty啊 在水中露出蚁人巨大的头 还有麦克潘纳的林肖维的部分 少了这些独特性的元素 只能说可能这一集是想要转型成为一个家庭冒险的类型吧 那这部电影当中主角们进入到的那个量子领域的世界是很神奇有趣的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物跟场景 但怎么看就是觉得蚁人好像走错棚了 看起来就像是星战电影或者是星际一公队的世界一样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剧情让主角跟这些量子领域的角色们发生感情 有但是我觉得不够 到了最后的剧情发展 更像是编剧 突然确诊了没有来写剧本 就好简单的安排主角跟反派正面对决 突然就有一场複制人大战 或者是魔戒的那个大战一样 同时这个结局的张力起不来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这部电影没有要介绍这个反派征服者康 或者说不能介绍 因为这个反派的故事应该是整个第五阶段的主轴 再加上电影结束之后的两个片尾彩蛋 你会知道漫威是准备好要在这部电影结束之后 才要来介绍这个人物的 他从哪里来 他能力来自于哪里 他要做什么 这些好像都是要留给后面的电影啊 影集去介绍去讲的 于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面对这个反派征服者康的这场决战 就积不起来什么火花 观众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打倒他的 就只有他对凯西很坏 所以我们要来打败他 我觉得这样子还不如这一集的反派只有摩多克 而这个预告中就出现的摩多克 大致就跟多的粉丝猜测的一样 他被改为是一个主角的熟人 不过也没有什么表现到 我觉得真的不如把这两个反派合并为一个就好 至于这个长大之后凯西的角色 除了Kathleen Newton真的很正之外 在预告片里面 他有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画面 我是还蛮期待这个Kathleen Newton 饰演的这个Kathleen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特立独行的坏女孩 结果正片里面的凯西 好像还是走一个蛮迪士尼的少女路线的 这部量子狂热依旧有趣幽默 有奇妙的风景 依旧有着漫威生产线的水准 那粉丝应该还是必看的 毕竟有重要的反派要登场 一般的观众呢 我觉得适合带着你的女儿 或者是你的老妈一起去欣赏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 特别推荐给对漫威不离不弃的你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订阅按赞还有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和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维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